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很会选地方呢 这里灯光柔和 音乐舒缓放松 我很喜欢 嗯 没错 甜点我也很喜欢啊 又有哪个女孩子能拒绝可爱的甜品呢 不过 比起美食本身 我更喜欢它附带的特殊含义 毕竟在我们的时代 只有特别的庆祝场合 人们才会大张旗鼓地精心准备美食 而且呀 这样的场合 通常都会让人身心放松 有时候 还会发生有趣的意外哦 比方说 我有一个朋友 当然不是了 难道在你的心里 我是这么不坦诚的人吗 我的那位朋友 真是个非常有趣的人啊 多亏有她在 乐土的生活 总是充满了欢乐 维尔维姐 怎么愁没苦脸的 啊 工坊好像遇到了罐头 专家暴跳如雷呢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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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帕董 你没事吧 没事 我做的腿麻了 活动活动身子 你的活动方式 还真是挺特别的 对了威尔维姐 你有没有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 小帕董 你的尾巴 尾巴 什么尾巴 比起这个 还是快点找到气味的来源吧 我说的就是这个 呀 这里可真热闹 居然瞒着我偷偷举办茶会 好过分哦 菲利斯 你 是在和威尔维排练什么魔术表演吗 魔术表演 就是你的 魔术师还没有登台 就擅自开始了表演吗 威尔维姐 你什么时候切换过来的 这种细小的火苗 无法点燃观众的热情 还是由我 让现场的气氛燃烧的更加热烈一些吧 火 火苗 威尔维姐 你在说什么呀 哎呀 小帕董 原来你不知道吗 你的尾 呃 热焦的气味 总会让人联想到失败的实验 从攻防师妾以来就诸实不顺 真是令人不愉快啊 师妾 没错 犯人是个毛茸茸的家伙 不 比起那些 小帕董 你的尾巴 那 那个 只是一条普通的尾巴而已 不重要 一点都不重要 真的吗 哎呀 当然了 就让它自生自灭吧 可是 你的尾巴烧起来了 顺带一提 马上就要烧光了 哦 我的尾巴 哎呀 失而复得 失而复得 真是太好了 真奇怪 为什么尾巴会突然烧起来呢 这是 那个 维尔维杰 这不是我废弃的打火侠吗 原来是因为它 对不 废 废弃 等等 这不是攻防师妾的东西吗 这种随手制作的小玩意儿 就算丢几百个也没有什么关系吧 菲利斯 你不会以为 没有 绝对没有 我就说嘛 虽然菲利斯总喜欢到处进货 但实际上 不会给大家真的添麻烦的 哈哈哈哈 是啊 不过 这么一来 那个罐头会是谁呢 怎么样 菲利斯很有趣吧 他总是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 是当之无愧的开心果 至于维尔维 每一个他都很可爱 认识了他 你就认识了一群充满魅力的女孩 除了他们 我的朋友 也都是些特别而有趣的人啊 如果时间允许 真想把他们都介绍给你啊 又看起来不好接近 实际上怀揣着一颗少女心的科学家 有感性又善良 可以共情 每个人命运的知心姐姐 有沉默寡言 却又敏锐细腻的绘画少女 除此之外 还有一位在我们那个时代 举世主摸的大明星呢 不但歌喉出众 对于艺术和美 也有着非常独特的见解 真可惜 他现在不在这里 否则应该会很开心吧 这里到处都充满了 自由和梦想的气息 是玉玉艺术的卧土呢 想要听听关于他的事 那就要讲很久了 毕竟少女们的故事 就像没有终章的事件 怎么说都说不完呢 伊甸 我的脖子好酸呀 再坚持一下艾莉 很快就要完成了 再加上一点舞台妆吧 嗯 珠光色的原因怎么样 还有唇彩 哎呀 我总算明白了 为什么你对我试穿演出服 这件事这么热情 在你看来 我根本就是一个 等身的换装人偶嘛 还是特别配合的那种 呵呵 那么 我听话的人偶艾莉 可以让我帮你上妆吗 哇 真是人心跳的发言呢 我的好意店 因为化妆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情 真的不试一试吗 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惊喜哦 嗯 我想 还是把这个惊喜留到以后吧 毕竟 笑容才是女孩子最好的化妆品 对吧 呵呵 好吧 真是拿你没办法 好了 来 看看效果 哇 我可真是个难得一见的美人 这句话 不是用来自夸的吧 有自知之明 就是我最大的优点吗 总觉得还缺了点什么 啊 对了 这顶王冠 吉罗 你为何批服 是为月下之人加冕 没想到 你还记得这句台词 毕竟是第一次观看大明星主演的音乐剧 我当然每个细节都记得一惊二楚了 还记得演出结束后 我们本想溜出去 到附近的大众餐厅 常常有名的冰酒 却被你的狂热粉丝当场认了出来 害得我们落荒而逃 酒也没有喝到 只能坐在公园的阶梯上 一边吹着冷风 一边分享小商店里的最后一瓶气泡酒 直到现在 我的酒柜上还有这瓶酒的位置 不过 无论怎么喝 总觉得差一点味道 那天晚上看到的星空 也是我见过的 最美的星空 可惜 那样的星空 再也看不到了 一边 等到眼前的麻烦解决以后 再一起出去旅行吧 真的会有那一天吗 崩坏 真的会结束吗 当然了 奇迹就是这样 只要你相信 它就会发生 你就当作是预知我一个愿望吧 好啊 那么 我要成你上一次天空巡演的飞艇 还要成能在银河里畅游的 有云朵之城的巨精 好 这已经是童话的范畅了吧 童话一样的少女 当然要陪童话一样的景象了 我的好意电 你不会拒绝我的 对吧 真是拿你没办法 好吧 虽然没办法让你乘上飞天的巨精 不过 水中的巨精倒是可以试试 下次演出 就定在金鱼号潜水游艇上吧 我的好意电 你真是太贴心了 毕竟 这是你的愿望啊 就像你说的那样 只要你相信 它就会发生 那段时光 真是令人怀念啊 你问我 后来有没有实行那些旅行计划 哎呀 真是不解风情 女孩子保持沉默的时候 就别再追问下去了 但是 想不到伊甸人当时的玩笑成为了信使 她真是个像宝石一样光辉耀眼的人啊 简单来说 她真的为我准备了一场童话啊 完全是一副被吊起了好奇心的表情呀 那么 就让我卖个关子 下次再讲吧 至于现在 来聊聊其他话题吧 好奇我的生活 我想想 这么说来 在热火之鹅的每一天都很叫人开心 反倒挑不出什么特别的日子呢 既然如此 就从最平淡的一天开始讲起吧 早安 凯文 刚刚完成训练吗 看你的表情 这次又是以微弱的分差 高负于爱丽西亚 表情 不是命运的私线 不 我已决心挣脱命运的束缚 对了 凯文 请收下这个吧 原本是要带给鹰的 不过现在看来 或许 你比鹰更加需要它 就是 有梅笔巫斯制作的营养剂 他说 对于缓解死亡之外的所有症状 都有特别的效果 你打算给鹰这个 你 对鹰有意见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但我和鹰约好了 要去帮他挑选给鹰的生日礼物 时间不早 我也该去和鹰见面了 那么 再会吧 凯文 奇怪 嗨 凯文老大 是你啊 太好了 还是我熟悉的凯文老大 这并不值得惊讶 嗯 才不是那凯文老大 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刚才的那一幕 刚才我碰到了苏哥 嗯 他居然在练摇滚 和 伊甸姐一起 她的确有这样的兴趣 她的确有这样的兴趣 那 按摩呢 她在和维尔维姐血魔术 人总要殖命自己所不擅长的事 哎呀 还有啊 还有杰哥 他居然在帮蛇姐做手术 你没听错凯文老大 他不是手术台上的那个 而是在地 手术刀啊 啊 不愧是凯文老大 听到这样的消息都面不改色 凯文老大 哎呀 看来我的说法很有效呢 想要拥有普通人的生活 就要学会一技之长 爱丽西亚 是你 当然是我啦 惊不惊喜 不过我也没想到 梅笔巫斯这么轻易 就会答应我的请求 果然 面对我的邀请 即便是外表再冷冰冰的人 也无法拒绝呢 那么 眼前这位同样冷冰冰的先生 我有一个提议 维尔维新研发的 凯文加温武装 要不要试一试呢 天又黑了呢 凯文 今天过得怎么样 一如既往 啊 只是这样而已吗 这种感想也太无趣了吧 还不错 除了 输给你的部分 连凯文都变得 斤斤计较起来了呢 啊 起风了 看来 明天又会是个今天 爱丽西亚 这就是你所向往的生活吗 原来凯文 是小时候会乖乖在周济本上 写下自己理想生活的那类人呢 我可没有考虑过这些啊 我只知道 大家脸上的笑容是真实的 别再思考这些漫无边际的事了 总是揣着一肚子的忧虑生活 可是会少年白头的 这是天生的发色 总之 不需要考虑那么多 只要顺从自己的心就好啦 就像现在这样 平凡的一天 也不错呢 真是令人怀念啊 这样平凡而平静的生活啊 啊 你问我这些事 是什么时候的事 其实 从来没有发生过 真是的 我要用一副上当受骗的表情 看着我呀 像我这样善解人意 又温柔体贴的女孩 怎么忍心向你撒谎呢 对吧 可是 那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 总是游走于危险之间 总是身不由己 即便获得了短暂的平静 也会很快陷入新的麻烦 在那样的情况下 这样风平浪静的生活 好像也是一件奢侈品啊 不过 这些故事也不算是完全虚构的啦 如果真的有一天 一切尘埃落定 他们一定会像这样生活吧 因为 他们原本就是这样的人呀 即便因为种种原因 变得不复当初 即便用冰冷的外壳武装自己 但是我见过他们最初的样子 也记得他们最本真的模样 所以 当幻想 或许 应该称之为祝福 当虚构的未来 在眼前上演的时候 他们也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了那里 以我最熟悉的模样 或许 这才是每一段旅程 每一次相遇 最浪漫的事情吧 我会记住每个人的曾经 也会守望他们的未来 当然 也包括此刻的相遇 因为这才是你们赠予我的 最珍贵的东西呀 你说 谢谢我 呀 你这么说 我可是会害羞的 其实 我也很感激你呀 毕竟在此之前 我们真的走过了一段很长 很长的路啊 见过多少种景色 就经历过多少风雨 谢谢你愿意倾听我的故事 告诉我 我未曾错失什么 谢谢你愿意见证我的过往 告诉我 我并不孤独 谢谢你的陪伴 让我在每一次驻足回首 已经快要看不清起点的时候 身边还能有一个声音告诉我 这漫长的旅途 没有虚度 而现在 这场没有终点的旅行 还会继续下去吧 我或许还会遇见很多很多人 见证很多很多奇迹 迎起很多很多的欢笑和泪水 到了那个时候 可以像现在这样 一起分享我的故事吗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